我接下来关注的是应用型的高科技最新的一些研发 首先是在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测试了一个机器导盲犬 那么日本的科学家是研发出可以用人类的细胞 开发出一种相当于活体皮肤的皮膜 附着在机器人的表面 这样机器人可以展现近似人类的逼真笑脸 而且让罹患异味性皮肤炎和失诊的常年病患 能够早期摆脱疾病 英国方面科学家是研发出人工合成皮肤 模拟人体皮肤的发炎反应 那么希望能够帮助开发更有效的治疗药物 六条腿的机器狗规律缓慢的引导视障妇女出行 这只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测试的机器导盲犬 不仅可以透过摄影镜头感应器为视障人士导航 还可规划路线识别交通号制 完成一般导盲犬做不到的任务 现在呢我通过语音对话 然后告诉他我要去哪里 控制他的速度 是用就是我拉的这根盲棍 然后如果我需要他快一点 我只要往前一直推他 如果需要他减速的话 我只要把手往回带拉一拉 他就会调整速度 中国大陆的视障者将近两千万人 但实际上路的导盲犬只有四百只 上海交大的研究团队 看好机器导盲犬未来能量产 解决导盲犬数量不足的问题 保护视障人士安全出行 虽然我们眼睛不好 这一代可能用的是这个样子 1.0版本 可能在我们下一代会有2.0 3.0 科技始终是改变生活的 最近日本科学家利用人类细胞 开发出一种相当于活体皮肤的物质 附着在机器人表面上 展现出逼真笑脸 研究团队表示 希望借此能够进一步了解 皱纹形成和脸部表情的生理结构 并在未来协助药物开发 阻止皮肤老化 应用于化妆品 外科手术 整形手术等领域 另外英国也有科学家 研发出人工合成皮肤 不仅可以模拟人体皮肤的厚度 还可以准确模拟寄生在皮肤上的微生物 包括细菌、真菌和病毒 真实反映出诸如异味性皮肤炎 或湿疹等皮肤问题 借此研发新药物 美国每年都有好几百万的成年人 饱受耳鸣之苦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近期批准一种新式疗法 利用声音刺激与舌头的电脉冲刺激 两者结合 来训练大脑 忽略耳朵内部发出的声音 机器动物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 印度善待动物组织 近期捐赠了一头三公尺高 栩栩如生的机器大象 给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黑天神庙 协助庙方进行宗教仪式 这头大象会摆动耳朵和尾巴 吸引了大量游客与它互动合照 史丹佛大学师生则参考了盲猪的细长腿结构 开发出了一款昆虫机器人 用以探索月球与火星上具有挑战性的地形 目前已在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熔岩馆中 完成现场测试 加深了航太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火星的信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